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再次挥刀斩向中国企业,吊销中国国企中国电信在美经营权。 美国波士顿开尔特人队的中锋埃内斯·凯特指出,耐克公司对中国使用维吾尔农工和其他不公正行为保持沉默。 凯特在推特发布的视频中说,当话题涉及到中共的时候,耐克会保持沉默,你不会提起中国警察的暴力问题,你会对中国的手术民族受到的压迫直字不提。 近日,美国不断释放信号,说北京阻挡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中国专家则反批美歪曲事实。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6日发表正式声明停台,中方多部门迅速回应。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兼国际组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始于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破产的担忧,难掩至其他行业。 经济问题现在正在中国足球联赛中显现出来。 作为联盟中的领头羊之一的河北,在其主要赞助商房地产巨头退出赞助后,经济陷入困境。 该足球俱乐部宣布已停止运营,直到找到新的投资者。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韩国外长赵毅勇在首都莫斯科会晤后,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拉夫罗夫对美国企图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核力量条约静止的导弹系统,表示担忧。 在希腊首都雅典,有官方接触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他们希望与欧洲建立联系。 中国外长王毅在会见希腊外长尼克斯·登蒂亚斯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远洋投资比雷埃夫斯港是与欧洲建立纽带的象征性一部。 埃及媒体10月27日报道,因受到威胁信息返航的埃航开罗至莫斯科客机, 在确认威胁信息系错误且实质无安全威胁后,已经从开罗国际机场再次起飞。 埃及航空公司证实,埃及航空MS-729次航班在返航开罗国际机场并安全降落后, 有关部门经安检程序审查后确认威胁信息系错误, 并已完成从开罗机场到莫斯科机场再次起飞的所有程序。